那我会把资料放在下方链接 等一下如果没有资料的人可以自行去download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下载资料以后我们直接来链接它 你也可以用拖拉的方法但我比较喜欢这样 那我们使用这个orders walking sheet 那我们想要知道回答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想要知道哪个地区产生最多的利润 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有几种图形可以选择 一种就是环形图另外一种是圆柄图或者是条状图 都是蛮适合来呈现这种部分与全部之间关系的图形 个人呢我是比较喜欢环形图 环形图可以让你一眼就看到哪个部分占的比例比较多 而且它中间多的这一块区域可以让你放一些其他的资讯 比如说这个部分我们呈现的百分比 这边我们可以放全部 那对我们很快的理解资料是很有帮助的 那我们下载完资料以后 那我们的问题是哪个地区 所以我们就来地区到Roles 然后呢再来产生最多的Profit OK 那我们利用Show Me Button 在这边选圆柄图 马上就产生个圆柄图 那这时候如果你用的是Microsoft 请你按住Ctrl Key Region加到Label 马上就可以加上Label 那你想要知道数字 一样按住Ctrl Key 不放加到Label 这样就可以知道说它的Profit是多少 那我们在Roles这边打上Average 这样的好处是让你可以把图跟这个对齐 一样按住Ctrl Key 复制一份 这时候我就产生了上下两个图形 也上方的这个Pure呢 就可以就是上方的这一块 针对这一块做改变 那这边我想要给大家看的是百分比 像我前面这个图这样是百分比 所以呢 我就把上方这个地方 这边选Table Calculation 那我想改一下这个Formatting 也要从这边 在Numbers这边 快速度 好啦这就改好了 那这个很小啊 我们想要把它放大一下 选Entire月 那我的金面子上面大概是这个大小 下方的这个图你可以点这边这个Pure 或是直接在这边选去都可以 下方这个呢 我今天大概是这样 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 像我们这些就都不需要了 因为我只想要留下 这整影 这个中间我想呈现透透 就把Color改成White 在这边选Dual Assets 在这边选Dual Assets 哇哦 上面有点小 OK 那这还很丑 这些点点我们来把它拿掉 你要是选Formatting 这个梗线 把Raw Divider跟Column Divider都拿掉 你要这个Average的一个点 打开 嗯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